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对于一些经验丰富的人来说 同样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这么一件让人感到惊心动魄的事情 2015年3月15号凌晨 在浙江做生意的温州乐清商人 王先生忽然接到了个电话 电话上显示了是他儿子王乐的手机 可是接通之后跟他说话却是另外一个人 就说了你儿子在我手里 你明天准备150万 我就放你儿子费血 对方的话不多 可是每一个字都是那么的清晰 他们就像一颗颗炸弹 炸得王先生心里是一个个窟窿 让他再也无法平静了 再回乐清的路上呢 王先生不断地拨打儿子的电话号码 但是那边呢已经无法接通了 再也联系不上了 王先生的儿子王乐呢 今年已经26岁了 他不可能跟自个儿开这样的玩笑 想到这儿呢王先生立刻就赶往公安局报了案 据王先生说呢 他是个生意人 家到殷屎 从来没有欠下过任何外债 儿子王乐大学毕业呢 就回到乐清 打理家族生意 一家人的为人和气 也没有跟任何人结过仇怨 听到王先生的这些话呢 经验丰富的郑警官 对这件事情就有了初步的判断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就看到这个是纯属于绑架案件 王先生还说 嫌疑人要价150万现金 不肯有丝毫的松口 对于他来说呢 拿出150万救儿子 自然是不在话下 但是在警方看来呢 按照嫌疑人的要求交付赎金 却是下下错 绑匪的目的是为了索取钱财 他一旦打到这个目的 往往就会失票 这是我们很多绑架案件当中 所遇到的情结果 由于嫌疑人 把和王先生交易的时间 模糊的定在了 3月15号的中午 也就是说 留给警方的时间 只有不到10个小时 所以事比一时 解救行动立即展开 很快 他们从王乐的妻子那里了解到 3月14号下午6月多钟 王乐呢就出了门 到当地的一家酒店 和几个表兄弟打了架 出门的时候 他还开走了妻子那辆 白色的宝马X6越野车 一直往到11点34分钟左右 他要回去 一个人下去 没有这个朋友 亲戚陪同他 从酒店的监控录像当中 可以看到 这天晚上快到凌晨的时候 王乐从房间里出来了 他走进电梯 电梯里呢 只有他一个人 并没有什么异样 一分钟之后 电梯到达一楼 王乐一个人走出电梯 然后穿过酒店的大厅 离开了酒店 他的身后 也并没有发现 有人尾随 王乐就这么消失在了监控中 他去了哪里呢 后边又遭遇了什么呢 由于王乐当天 是开着妻子的宝马车 去酒店打麻将的 在离酒店 大约300米的一个地方 警方随后呢 就发现了这辆车 王乐当时呢 肯定已经不在车上了 而那辆车呢 完好无损的 就停在那里 幸运的是 就在这辆宝马车的不远处 警方发现了一个监控摄像头 他很可能记录下了 当时发生的一切 我们来看一下 事发当时 画面当中除了王乐 开的那辆宝马X6越野车 旁边呢 还零星停着一些车辆 其中呢 仅靠着宝马车停着的 就一辆深色的面包车 画面中穿这个棒球外套的 青年男子就是王乐 他从画面的左下角 走进了监控区 后面呢 并没有人跟上来 王乐走向两车宗教的空隙 解锁车辆 准备拉开车门 可是就在这个时候 突然王乐就退了回来 那一瞬间 他发现有两个人追他们 他往车后面跑 后来那两个人追到车后 又把他拉 转过来 拉过来 这个带着压车帽 这个猛着面 然后迅速的两个人 将那个受害人 推上车 王乐就这样 被两个戴压舌帽的人 拉上了车 整个纠缠 挣扎的过程 不超过20秒 王乐的家人说呢 王乐身高将近一米八 也算是年轻力壮 他一定是受到了什么威胁 否则的话 不可能就这么容易 束手就擒 而透过当时面包车的窗户 也隐隐约约可以看到 车内呢 似乎还有人影的晃动 直到两分钟之后 面包车才驶离现场 消失的热情室的窃头 看到这段视频呢 相信每个人都会神经紧绷 为王乐的处境和安危 感到揪心 王乐的家人呢 更是如此 他们的情绪越来越激动 当事人这边的情绪呢 警方能够理解 他们一边进行安抚 告诉王先生 要尽量与嫌疑人周旋 不能那么痛快的 就把150万给出去 一边呢 又加紧追踪调查 看这辆深色的面包车 究竟把王乐带去了哪里 在事发地附近的一个卡口录像当中呢 警方很快就有了发现 有一辆墨绿色的东南德利卡面包车 看上去非常可疑 经过检查 这是一辆套牌车 它在经过卡口的时间呢 是23点46分 也就是嫌疑车辆离开停车区 大约一分钟之后 根据车辆行驶的方向距离速度 这么一算 基本上可以断定 它就是嫌疑车辆 从照片当中呢 大家还可以清楚的看到 驾车人的半张脸 有了这一发现 还等上没 最后继续追踪 车辆离开现场后的整个行驶轨迹 很快就被还原出来了 不过呢 值得警觉的是 嫌疑人在驾车逃跑的过程当中 曾经有过两次不同寻常的逗留 由延续阳路 到了延盘工业区 在这个位置 它停留了 四十多分钟 到了北白巷 白塔王工业区的时候 这里 它也曾经消失了一段时间 嫌疑人是不是在这段时间里头将王乐转移或者是藏匿了呢 由于他们停车的区域都是监控的盲区 已经无从知晓了 警方呢 只能继续追踪 嫌疑车辆 最后呢 他们发现 3月15号凌晨3点 事发大约4个小时之后 嫌疑车辆被开到了乐清动车站的停车场 从此就再也没有移动过 警方挣扎之后发现 车上空无一人也找不到其他线索 他们判断 嫌疑人呢 应该是在半途中 更换了其他的交通工具 他们究竟去了哪里呢 谁也没想到 第一张监控照片里 嫌疑人露出的半张脸 竟然成了接下来暴露他们行踪的关键 原来警方在道路各卡口的监控录像当中啊 很快又发现了一辆可疑的白色金杯面包车 再一看驾驶员的那个长相和穿着 好家伙 这不跟刚才那半张脸一模一样子 狐狸的尾巴终于露出来了 可是想要把他们揪出来 还是没那么容易 政警官很快就发现 这会儿嫌疑人呢 显然是有备而来 因为这辆白色的金杯面包车 也被坐过手脚 套牌这就意味着很难追查 时间一晃 这就到了3月15号的中午 嫌疑人威胁王先生进行交易的时间了 果然嫌疑人呢 很快打来了第二个电话 王先生虽然早就已经把150万准备好了 但是警方呢 还是一再提醒他 要与嫌疑人周旋 尽量争取时间 您好 我是昨天给你打电话的 你好你好 你那边钱准备的怎么样啊 我的朋友啊 经纪 现在在这 都在借 在筹贷呢 已经筹贷了多少了 28万 除了28万 筹贷了 那怎么行呢 你现在是个礼拜 你现在是个礼拜 我跟你说 我真的 只有钱 150万 150万对你来说是个大数字吗 先给钱 我再 再换人 说到这里呢 嫌疑人似乎有些不耐烦了 王先生的语气都开始颤抖了 而一旁的正经观的心也提了起来 就把嫌疑人找起 下次 二三十万 二三十万就拿过来算了 那个 对我们侦察 当然了 困难 你明天 明天下午 必须 我这个时候 我给你打电话 我就会 会要交易了 如果不交易 我就没 没时间跟你走 我跟你说 所幸的是 嫌疑人并没有起疑心 为了拿到150万 他们把交易的时间 又推迟了一天 而且呢 似乎是为了督促 王先生尽快把钱凑齐 当天晚上八点钟左右 他再次打来了电话 这一次呢 王先生终于听到了儿子的声音 我现在 现在其他都都好的 我现在都会好的 你不用担心 电话里呢 嫌疑人要求第二天交易的时候 王先生独自一人开车前往 这是嫌疑人给的最后旗下了 钱已经准备好 交了钱 王乐真的就可以顺利回家 业影就很深了 王先生更加焦虑 王先生听劝回家了 但是这天晚上 他翻来覆去 哪里睡得着 爬起来之后的王先生再次核对了一百五十万的现金 生怕有任何的差错 几小时以后 他就要带着钱 支撑钱去交易了 交易会不会临时生变呢 在交易前 警方到底还有没有机会主动出击呢 这些问题王先生不能不想 天一样 他就来到了公安局 可是再一看 心里头又难免感到有些失落 王先生以为跟他一起熬了三十多个小时的警察都撑不住回家去睡觉去了 他也没怪大家 若打一个城市 又没有其他线索 想找到嫌疑人谈何容易 可是他哪里知道 在他离开的这段时间里 大家根本就没闲着 又是一个通宵没合眼 原来为了找到监控里的那辆可疑的金杯车 警察们在深夜里的大街小巷展开了一场地毯式的搜索 终于有所发现 可疑的金杯车现身了 这个发现呢 令郑警官很激动 他立即派出侦察员 悄悄的进行了布控 但是一夜过去了 那辆金杯车始终没有动静 大家也搞不清楚车里边究竟有什么情况 所以呢 都不敢清楚妄动 好在一夜的耐心等待终于有了回报 第二天一早 那车子有动静了 哦 车子动了 车子发动起来动了 哦 车子动了 哦 跟上去 跟上去 你们这一组 你们这一组跟着我后面 车子已经动了 啊 他的车子靠边停靠边停车了 靠边停车了 金杯车向南开了大约五百米 在一个路口停下来了 车门呢 这个时候打开了 车上有人下来 下来一个人 哦 这个人很像 应该就像他 原来从车上下来的这名男子呢 就是在卡口监控当中两次露面的嫌疑人 警方判断 他下车呢 应该是去吃早餐 可是车上还有没有其他人 尤其是王乐载不在车上 暂时还不得而知 吃一顿早餐的时间很短 可是对于等待的人来说呢 却觉得无比漫长 虽然已经计划好了 如果那名嫌疑人从早餐店出来 手上没有打包外卖 他们就立即将来雷虎 但是这也只是一种猜测 需要冒很大的风险 万一车上有人呢 万一抓捕过程不顺利打草惊蛇了呢 种种可能存在的危险 都是需要考虑到的 而大家都没有想到的是 一个更大的考验 其实还在后边等着他们 刚才我们说到 温州乐星警方在外边蹲守了一夜 发现了那辆可疑的金杯面包车 终于开动了 并且在一个早点摊附近停下来了 由于车上只下来了一名嫌疑人 警方判断 如果他吃完饭 再打包一些早点回到车上 说明车上还有人 如果他吃完饭 出来的时候手上空无一物 那很可能车上没人 正是抓捕他的大号时机 那么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呢 嫌疑人十五强被顺利拿下 这个时候距离交易的时间 只有不到四个小时了 他们究竟把王乐藏到哪去了呢 他说这个他只有通过 只有一个人在高速公路 在山上的一个小屋子里 小屋子里 给看住这个人 十五强说的那座山 叫龙福山 位于乐星市的西北 山不高 上山的道路也只有一条 山上还有一座公墓 据十五强说 王乐呢 就被关在公墓外的一间小屋里 视频时 警方呢 立刻就压着十五强 赶往龙福山 但是在路上呢 十五强又交代了个情况 让童区的正经感 感到非常吃惊 在那个时候 他才交代 他说同安法身边 还有一把枪 一把枪 他说这个防御式的 这个手枪 而且还有四颗子弹 这个已经上台了 这个消息意味着 解救人质的形势 陡然严峻起来了 一旦枪响 就有可能发生人员伤亡 而类似的一幕 二十三年前 郑警官就曾经经历过 但是郑警官被赶来的同事 送到了医院 经过九个多样时的手术 才幸运的 从鬼门关里爬了回来 虽然到现在呢 作为刑侦大队的大队长 证件中呢 已经是身经百战了 不过二十三年前 发生的那一幕 还是令他有时候回想起来 都会感到不寒而栗 可是今天呢 他很可能又要直面枪口 已经不惑直念了他 还能够拿出当年的勇气吗 三月十六号上午九点钟 王先生的儿子王乐 被劫持了三十多个小时之后 乐警市官局的警察 悄悄地包围了龙福山公墓 按照十五强的指认 这儿呢 就是关押人质的小屋 警方先绕到小屋的北侧 从当时随行人员拍摄的画面当中 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扇小窗户 窗栏盖呢 是水泥做的 间隙很小 无法突破 坊间文一的门开在南边 只有一条小路能够进去 勉强够一个人通过 可是路边呢 是株林 地面上有很多枯枝和落叶 踩上去呢 响动很大 你们会发现 但是他们这个没做生 包括人质 被控制了 也没有做生 侦察员才慢慢的靠近 但是屋子里却是死一般的沉寂 王乐是否还在里头 他又是否安好 就在大家心里都忐忑不安的时候 突然屋里头传来了一支声音 听到这声叫喊 这个警官认为再也不能耽搁 直接撞开房门 多顾危险 第一个冲了进去 当时一看就是说 协议人正好右手拿着这个六四手枪 六四枪 这个在这个过程中 向我投在房间取过来的时候 我就正好把个协议人的这个拿枪的手 推往上推 我自己就顶上去 后来验枪的时候 大家发现这把仿六四式手枪 撞针已经处在了激发的位置 所幸的是最后时刻 子弹被抢在了枪管里 23年前死里逃生的征建中 这才又一次从枪口下逃过了一劫 而这个被解救出来的 楼上缠着黄色胶带的人 就是王先生的儿子王乐 他也非常幸运 多亏当地国安干净 分秒必争 奋力营救 他连一根汗毛都没有伤到 这些人的状态 事情到这儿呢 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但是警示意义还是要说一下的 据主谋十五强交代 他干出这样的事 是因为欠下了一笔不小的赌债 然后呢就找来同伙夏志斌帮忙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王先生的儿子王乐下手呢 据说也不是突发奇想 他们盯上王乐已经有一个礼拜了 一是因为他住在高档小区 二是因为王乐呢开着高档轿车 第三是因为王乐那天晚上是单独行动 如今呢 他们对自己的雨水行为也是感到非常悔恨 这两年我老婆他们在县城里 老爸都跟我老婆在一起 在那里租个几十块钱的房子 老爸在那里做那个情节嘛 跟我老爸两个人在县城里面 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说我 除此之外 今天这件事情呢 还有许多给我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的情节 向当地公安机关 依靠现代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 从监控录像当中找出线索 然后经过两个晚上的不眠不休追踪到了那辆可疑的面包车 把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了现实 而最后危急时刻 郑警官的表现更是值得赞许了 他不顾危险像23年前负伤的那一次一样 依然选择挺身而出 他们的种种努力不仅让当事人化险为夷 也让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更为强烈的信心和温暖 好 各位观众 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 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 欢迎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 好 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 好 今天节目就到这儿 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